大家好,我是Karen 陳家衛 歡迎收看友善快訊 大家好,我是衙門 為了慶祝世界遊證日 遊證處金局已經在通訊博物館演講廳舉行了頒獎典禮 這個頒獎典禮向36名品學兼優的高中學生頒發本年度助學金 及向第40屆國際青少年信責精文比賽 通訊博物館入場卡設計比賽得獎者頒發獎項 遊證局長劉維銘祝賀優異學生及比賽得獎者 勉勵他們再接再例,更上一層樓 澳門的國際城市越來越多 講到最經典的國際城市當然離不開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 直到現在已經舉行第59屆 而未來這一屆的賽事將會舉行於11月15日至18日 今年的賽事除了三項頂級賽事 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 FIA世界房車錦標賽 澳門東望洋大賽 格蘭披治電單車大賽之外 同時亦設有四項支援賽事 今年繼續會有澳門GT杯 澳門房車杯 澳門路車挑戰賽 澳門香港浮制賽 澳門GT杯國際地位日漸提升 高水平車手 駕駛名牌跑車 特別受到大中華地區車迷歡迎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駕駛過方程式大賽車 不過澳門駕駛的朋友真的不少 為了方便駕駛人士 澳門有線電視24小時 新聞頻道將會在早上7點到10點 中午12點到1點 下午6點半到7點半 將會轉播交通事務局15個實時交通情況 另外體育發展局亦與亞洲高爾夫職業巡迴賽 共同宣布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成為澳門高爾夫球公開賽的全新冠名贊助商 而這項賽事會於10月11日至14日期間舉行 澳門高爾夫球公開賽自1998年舉辦以來 已經吸引了不少世界級球員參與 曾經在各項賽事奪冠的球員 包括有英國球星韋士活 蘇格蘭球星蒙多瑪利 以及今年蘇格蘭公開賽冠軍新格 英國廢道、愛爾蘭的哈林頓 以及美國球星卡普斯以及歐美賴 講完一些關於高爾夫球的消息之後 可能大家都想放鬆一下 可以參加澳門美高梅的德國啤酒節 會有很多德國正宗啤酒等著你品嘗 美高梅德國啤酒節每晚都有現場演奏 帶來原創的傳統巴哥尼亞樂曲 可以一邊享受美鳥的樂聲 一邊品嘗香腸、笑豬手、酸菜等德國傳統美食 感受最正宗的德國風味 當然,又如何少得為這次啤酒節 而特別養製的德國啤酒呢 在澳門美高梅的德國啤酒節 大家除了可以開懷唱 還可以品嘗到德國傳統的美食 以及欣賞到樂隊的傾情表演 真是非常之吸引 如果你都想參加的話 記住去打電話66883005 參加我們的電話遊戲 都有機會拿到入場券和餐飲券 每一套的價值是400元 問題是澳門美高梅德國啤酒節 是以哪一個國家的啤酒作為主題呢 澳門有線電視擁有多個體育頻道和電影頻道 當中包括ESPNHD、衛視體育台、 只要你打電話來2882266申請 又或者親臨澳門廣星 以及澳門友善國門市部 做辦理手續都可以 又是時候看看有甚麼新的電視節目推介 我們暫時交給Maggie 10月10日有線第42台Cinemax 晚上8時10分 會有少女殺手的奇妙旅程 講述平凡無企的少女Hannah 她爸爸則是中情局的前探員 而她一心想將女兒訓練成為頂尖殺手 有線第45台衛視卡式台 晚上10時會有八星報起 故事則主要是以方氏兄弟的愛情為主線 帶出現代男女她們錯綜複雜的感情關係 謝謝Maggie 我們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